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的首相署部长 拿督斯里阿沙利纳表示 内阁已经同意废除强制死刑法案 其中最重大改变就是全面废除 以终身监禁取代强制死刑的刑罚 改成监禁不超过40年和辩持 同时政府会提成一项新法案 下放权力给联邦法院 重新检视已经判处死刑或者是终身监禁的案子 预料将涉及接近1000名囚犯 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阿沙利纳 今天在上议院口头问答环节时透露 内阁在上星期五的会议 已经通过几项关于废除强制死刑的新政策 这项修正案将在下个星期一带上国会一读 阿沙利纳表示 根据2023年强制废除死刑法案 强制死刑的替代刑罚将改为 让囚犯坐牢30到40年不等 以及鞭吃不少过12下 而不是现有的终身监禁 除了强制废除死刑法案 政府还会提成另一项法案 允许联邦法院重新检讨 已经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的案件 法案通过后 之前已经完成所有上诉程序的 957名死刑和终身监禁的囚犯 预计会有重审的机会 同时正在上诉庭或是联邦法院 等待完成上诉程序的476名死刑 也有了不同的结局 不过阿沙利纳强调 政府提成新法案的目的是为了更改刑罚 并且赋予法官着量权不是废除死刑 而且所涉及的都是和命案无关的案件 这些涉及量刑政策和强制死刑 替代刑罚的修正案 代表着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有正面变化 变得更加包容和全面 同时不会剥夺个人应该获得正义的基本权利 中文字幕录音 time 结局 予告 KING by bwd6 B